如果黄杰你成功当选是你的命 但是要罢免你第二次 也是我们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由所有凤山人民 自己我们可以行使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当选是你的命 如果我们要罢免你第二次 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黄杰要跨区选立委这件事情 简直就是死皮赖脸兼打赖脸 怎么说呢 黄杰他自己可能已经忘记了 他在2019年5月25号 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他告诉我们全台湾人 如果韩国瑜你要选总统 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既然废弃了高雄人 你既然是国民党民调最高的候选人 那你就一定是胜券在握了 总统大会也过手可得 所以你应该要先辞去高雄市长 再去选你的总统 再去走你的总统大陆 这些话四年了 我们还是言由在而 那今天黄杰如果你决定 你要以凤山市议员的身份跨区去选立委 请你把这个回力标吃下去 自己吞回去 现在如果你真的要下这个决定 请你要跟广大的凤山市民道歉 请你要跟去年27000多张选票 投给你的选民道歉 你现在你要背弃了凤山人民 你可以去做你的选择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现在既然你认为你是机会最高的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那么就请你辞掉你现在凤山市议员的身份 去追逐你的立委大位 走向你的立委的康庄大道 在此我们也要呼吁赖清德先生 您贵为民进党的总司令 您的军令我们也言由在而 您说您不建议现在刚当选议员的人 去谋取立委的大位 您觉得你要跟国民党不一样 您觉得这样民进党才能加分 这个是你民进党党主席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您自己下的军令 那现在黄杰是这样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据我们所知陈其迈也支持黄杰 那代表的就是地方派系 不甩你们中央了 你们民进党如此的荒唐 如此的错乱 你们根本就无视凤山人的感受 无视高雄人的感受 政治已经把全台湾人当作白痴